好之前收视非常亮眼的台剧通灵少女故事的原型人物刘伯钧也是台湾第一位棒球女主婶 昨天晚上他在脸书粉丝专页po文说自己也曾经被性骚扰 指出过去曾被男裁判雄暴甚至在表明要直接报告上级处理时 对方还说以前没有女裁判就没有性骚扰 你加入了才有所以都是你的问题 甚至被前辈曾经闯进房里逼得他躲进厕所 刘伯钧也表示即使这些年已经很努力 但那些不舒服都还会在 也让网友纷纷留言谢谢他愿意站出来发声 以上是为您掌握消息